迎接中秋节 红恩基金会附设喜愿家园 与院生制作蛋黄酥、小月饼等糕饼 除了让院内服务对象能够享用 也提供附近居民预定的义卖礼盒订单 院方表示期盼透过烘焙等职能课程 让院生培养一技之长 能够有机会重回家庭跟职场 这是一种职能治疗 也是我们另外社会福利的用语 叫做记忆陶冶的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训练这个病人 能够有站得起来 能够有一技之长的训练 能够将来能够也变成 变成社会的有用的一分子 变成能够回归家庭或者是回归社会 席院家园有150名照顾对象 以精神障碍者为主 提供资商辅导职能培训 除了一般医疗也开设清洁 烘焙园艺等职能工作培训课程 整个红恩医疗体系十多年来 已经协助50多名病友重返社会 我们有其他的职能治疗训练方式 我们也有训练20几位照顾服务员 这个在市场上在老人院里面 在照顾的 在上手在上班的 那么也有这个水电师傅的助理 还有我们的清洁班 也有比如说人家很多机构 或者医院要评鉴有没有 要清洁要环境要美化 那我们的病友在老师指导之下 去协助他们 就是我们每一颗月饼 都是由我们的工作同仁 我们的OT老师 然后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 然后每一颗都是手作 然后里面有餐的爱心在里头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工艺这一块 除了高饼义卖 原一般有盆栽跟咖啡产品义卖 清洁班则是提供居家或公司 行号清洁服务 相关收入将回捐基金会 作为营运基金 相亲可上 红恩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官网查询 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道